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全臺灣 在今年有兩千三百多的 二十歲以後的小媽媽 勇敢選擇把小孩子生下來 但是總是讓這個社會看不太 協助未婚五辛小路 已經二十年的禮貝金花 用兩秒數的兒童頭 來記錄這些年輕人 伯母 他們的一項生活 跟所得到的挑戰 跟小朋友做回到共同七頭 做回吃飯 這是有起媽媽癢癢的兒童 跟一般媽媽不一樣的事 她有心的時候又在讀書 我會很緊張 就是會覺得 我好像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然後我學業還沒有完成 尤其是當後時間的壓力 讓洋洋一直到小孩出事 都不敢跟辛苦邊的朋友說 就是你瞬間就沒有了朋友 然後你要一個人去讀醫院 對這件事情 以後已九年 台灣有兩千三百多 幾月二十歲的尤其媽媽 他們跟洋洋一樣 孤單又無奈 尤其是經濟最困難 我記得是勞保跟國民年金 可以折疑 那國民年金的部分 它是一定要未買 一定要買二十五歲才可以 所以這兩項其實是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申請的 經過這麼多寫告身分 她又是媽媽 然後又是學生 但是她也同時也非常積極的 或許更加積極的參與公共議題 跟公共事務 是勞保也 也是學生所的林語詩 還有學生所賴小路的兒子 那裡才悠氣爸爸 悠氣媽媽 生活當中的模樣 一個小孩牌到另外一個小孩的人心 所以還有更多社會的支持和關心 再見